賣場面貌區看板 寫上一個20元 三個39元 五個72元 您會怎麼買 應該會五個吧 怎麼說 比較便宜啊 所以你就是直接相信 他賣場上面打出來的價錢 那 那不然要相信什麼 我也是買五個 怎麼說啊 好像也比較便宜耶 多數人秒回買五個 因為印象中就是多買多划算 但恐怕接下來 要讓您天真的幻想 一秒幻滅 認真是算一遍 一個20元 三個39元 平均一個13元 五個72元 平均一個14.4元 一顆就差了1.4元 大包裝竟然比較貴 為了促銷 從交賣到文字遊戲 比比皆是 看看這林鳳瑩優若乳 大罐的117元 小罐的59元 用小罐每毫升的單價 要買到大罐的量 其實只要110元 也就是說買大罐貴了7元 而服了優若乳 大罐118元 小罐59元 買兩小罐也是118元 但花同樣的錢 比直接買大罐 還多了140cc 因為吃不完 就不會為了買 就是優惠那些再去多買 你這樣生活太累了吧 你差一兩塊而已 雖然說一塊錢聽起來數字不大 但積少成多 拒殺成塔 沒法開園就要學會節流 現在買貨恐怕不只考驗演力 也考驗數學能力 才能避免成了原大頭 記者綜合報導 請問一下